好的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呢 剛過花博公園 今天是滿島就出門的 那因為 就是 覺得會下雨啦 但是呢 雨卻沒有下來 所以我就出門了 趁早早趕快出來 結果呢 期一半呢 下期雨來了 不過還好呢 那雨一下下而已 馬上就停了 所以我覺得今天應該是OK啦 嗯 然後 現在是4點27分 那麼我今天呢 是打算 跑這個燙獎的 第幾標啊 第4標啦 第4標10趟這樣 不過 不過是覺得今天這跑一跑 下禮拜週間燙獎 上次吃飯就會往上拉 不過沒關係啦 反正就拚一拚啦 呵呵呵 哦 往下也有壞處 往上也有壞處 有時候真的很難拿捏啊 嗯 不過也各有 各有優點 各有缺點啊 這樣 嗯 今天我是確定 直跑10趟 我再回家 所以今天我會比較挑單 所以 嗯 大概我的挑吧 就是 嗯 挑那個 價格比較高的啦 單價比較高 然後我就接 這樣 今天是這樣挑 才跑10趟而已啊 哦 那就 好好的挑吧 不要就是說那種 呃 那個 呃 呃 呃 單價很低 然後我也接這樣 當然啦 呵呵 那是因為今天比較特別 不然到平常的話 通常我會比較愛接那種 短單 哦 然後那個 那個 價格不高沒關係 反正我又沖湯吃嘛 但今天不行 今天只有10趟 不能亂來啊 各位 哈哈哈哈 好啦 我現在慢慢去到老地方去 好了各位朋友 目前我在和平東路 這個師大旁邊 現在是五點半 那我目前已經送了三單 啊 但這個金額都不是 哈哈 反正就是短單 哦 我實在是 忘記了 看到單來 然後又短單 哦 很習慣就把它按下去了 哇 真的是昏倒啊 不過 算了 反正也只能這樣子 因為已經三單是這樣 接下來我都打算順其自然 哈哈哈哈 好啦好啦 這裡齁 離這個 呃 那個什麼東西啊 永康街齁 不知道現在永康街有沒有單 不過我在永康街好像都不太有單 除了鬍鬚章跟全臉 哈哈 好啦 不然我去那邊繞繞看 哦 實在不行我就往東區走 不過哦 雲層很烏啊 非常的烏啊 我很擔心大概要下雨 哦 下雨就很煩了 因為又悶又熱又濕 好啦 看到嗎 前面也會腳踏車夥伴 哈哈 他騎很快 他是人力的 他騎超快 好啦各位朋友 才剛慢慢騎到頂太風這邊 馬上就接到軍越排骨的單 所以我現在要去軍越取餐 軍越也算是我在這邊的 哈哈 的老 的這個老朋友啊 常常會取到他們的單 不過這個 之間很妙 哈哈 軍越排骨 唉唷又一單了 我看一下 讓我看一下 加0.2公里 然後加20 八方雲級 好啦 接了 才加0.2公里 沒有問題啦 好啦 不囉嗦 先去取餐 好啦各位朋友 現在人在這個 父親南路二段這邊 那靠近仁愛路上面 我剛把我手上最後一單送到啦 啊 我已經下線了 沒有錯我已經跑十趟 然後燙錢也拿到 所以今天就是 就是這個錢 呵呵呵 那麼 我就已經確定就 就不再繼續跑 這樣 那麼 其實我是有這個 呃 怎麼講就是 呃 我預期啦 其實不能講預期啦 就是 怎麼講 我有點忘記那個 呵呵 怎麼講 好算了 反正 這個下禮拜的週 這個週 不是週間啦 週末燙燙燙吃 一定會升高的 因為我 這真的有點跑過頭 不過算啦 都已經跑了 齁 順其自然啦 今天晚上後來有下雨 哇 下了一陣大雨 然後後來現在是停了 這樣 所以我現在也是全身濕 哈哈 算有穿雨衣 不過因為很熱 所以裡面也濕 外面也濕 好了 那麼我就要 要回去啦 要打到恢復 下課啦 明天繼續 各位朋友 我真的發現一台小駕車 它的熊貓包好小喔 可能是背熊貓包 大包背身上吧 然後前面放小包 不過它那個籃子看起來不錯 我也想裝一個 綁 都沒有 很難 我